要往後的部分可以照的比較後面一點 所以剛剛的幾秒拍幾張是從這邊選 這個是自拍的 這個是你可以選擇2秒拍一張 或者是2秒 對 要連拍幾張都可以選 那如果我現在只要拍一張就選這張 對對對 然後你們拍的時候就可以用前面這邊有一個快門鈕 就這樣子自拍 像我現在是有設定描述 你看 他3秒以後就拍了一張 綠綠這個 對 這個是這個 然後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那個 你們等一下稍等上 等一下喔 你們上傳 就現在拍完這張就要傳這一張的意思 對 可能要麻煩給我們看一下 就是拍完要給你看 對那5張 對 就是有沒有那個進去 然後他這也是照片嗎 然後這有一個 就你按這個有Wi-Fi的部分 對 嗯 之後OiShare 手機要開嘛對不對 嗯 就是 等一下啊 他這裡 你去找這個 然後其實他 你直接堆QR code就好了 對 對 你等我一下啊 嗯 這裡有 我不知道你們剛才有沒有下載OiShare 有 然後你只要點進去簡易掃 就可以 他QR 他這個OiShare還有一個好處 他 直接不用 他上傳之後 甚至他可以用手機去控制相機 哦 對 今天 對 對 你看 假設你看 像我現在的部分 等一下 網路可以 就可以看Live的那個 嗯 你看 我現在遙控 你看你就可以直接 你看我直接看到他 嗯 用 然後我直接touch 或是用這個就可以 嗯 都可以 那我要連拍 我在這裡設定模式也可以 譬如說我想設定連拍的部分 這盤揮 這連拍 這可以連拍 然後間隔緊繞 也可以去自己設 哦 了解了 所以啊 甚至什麼模式都可以去選 就是 如果今天有個腳架 或是 其實他這個也可以當腳架 就是他可以 他可以類似這樣子站著 那你自己去調他的角度 那 假設我今天想拍 我可能想拍自己 欸那我 我自己 我自己這樣看 我可以看得到我自己 欸我就拍我自己這樣子 就是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他好處是 他又是廣角 就是 他的廣角 又是20mm 就是還蠻廣的 就是他可以用手機去控制 控制相機 所以他這樣也可以拿就對了 可以看得到他 每個小小小的 都會去看過 是